穿戴上专业的装备 实定永定国小的同学们 依照着教练的指导 慢慢地完成了攀树体验 这是永定国小校定课程 同确化西林中的内容之一 攀树与水域 结合了自然场域 规划了相关的体验课程 不过由于课程进行当天气温较低 所以暂缓了水域部分的体验 让全年级学生都改为体验攀树活动 我们本来期待的就是天后好的时候 我们三到六年级是下水域 水域去做一个滑降 然后跟水去做一个融合 然后SUP的课程 那幼儿园跟低年级 我们是用攀树的体验课程 那今天是因为受限与天后的关系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调整 我们让全校的孩子都有机会 接触到我们这个跟山林的结合 跟树木的结合 做一个攀树的体验 校长林仰芳表示 五年前因应108克纲 规划了一整套的课程 内容包括了童雀玉银树 童雀花西林 童雀硬百亿 童雀易飘盘四大主轴 也正好依着四季进行 而由于疫情的关系 童雀花西林暂停了两年 今年终于可以再度恢复办理 虽然部分的孩子两年前可能体验过 但这次的攀树又是不同的感觉 而从来没有攀树经验的孩子 则是既期待又紧张 第一次爬吗 对 那爬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很高 然后呢 就想 又爬完就还想要再爬一次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之前爬的话 可能都是慢慢爬 不敢爬或者是爬高 但是我觉得这次我有进步 就是像是我爬上去的时候 没有害怕 反而很开心 而且很享受第二次的爬树过程 除了国小的孩子外 幼稚园小小孩也同样参与了这次的攀树体验 虽然年纪小 但表现非常淡定和勇敢 也能够听取教练的指令 一步步往上爬 校长林雅芳就指出 永定国小拥有绝佳的自然场域 所以将课程结合了学校特色 让孩子从体验中获得最真实的感受 孩子他能够去感受到说 从开始的期待 甚至开始可能有一些担心跟害怕 那到这个中间在攀爬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用了体力 他用了一些技巧 他也聆听了别人给他的指导 那亲自去做感受 那孩子会克服了他的恐惧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孩子他下来之后 不管每个上去的面容如何 下来之后 他们都告诉我说 他们愿意再尝试第二次 透过了攀树体验活动 永定国小的孩子们学会了面对恐惧 挑战自我的极限 并且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相信这次童雀化西林潘树体验 将成为他们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也成为他们在未来学习和生活中 勇往直前的人生历程养分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时电采访报道